唐太宗 唐太宗在历史上很多人说是千古一地 他执政的年限不是最长的 就是当时他的那个年代 应该说人口啊或者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最高的 为什么唐太宗在历史上有这么高的地位 其实很多榜样典型都是打造的 如果从几个层面来讲 首先唐太宗呢他确实做得很不错 这个不错呢确实也被历史记载留下来的 比如亲邀伯父啊 休养生息啊 金兵俭镇啊 拉剑之人啊 这些东西都张张可数 他如果没有这些行为 唐朝也很难巩固下去 你要知道隋朝隋阳帝最高人口是五千多万的 唐太宗是只有一千万 你想想五个人死了四个 这个代价够大的 为了他离家江山 动力机制来自什么地方 咱们不说 他对自己约束还是不错 他这些东西还又被记载下来了 这就是真观真要 记载就很重要 你不记载下去 人家不知道也不行 是吧 史观的作用 史观的作用 这个文字的作用 人家讲得那么好听 对吧 人家努力 而且改过 现在自己不气冲冲 想杀伪真 气得要杀伪真 走会也没啥忍下去了 记载东西被后世封为楷模 也许他没有记载讲这么好 但他不是记载下来了吗 他的这个思想 行为咱们不说 他真是思想 和他的成就 对吧 以及他的一些行为 构成了一个明军的一些典范 这个典范被后世 儒家 士达夫拿来 规范要求 自己的王者 自己的领导的一种 一种震荡理由 所以应该是这样来理解 唐大宗为什么 后人欠过一提 但是如果是从 我们要从细节上来讲 有没有超越前人 或者后人难以气急的地方呢 就唐大宗 试图尽力和权力约束机制 比如他杀人的事 你们不要马上执行 这个人可杀 不要执行 再报 杀 不执行 第三次报 杀 老黄里讲三次 他做了一些 他能够 只有自己 第二个呢 你看 他有一次说 谁伪造简历 出死心 如果你自首 没事 伪造简历 因为伪造简历 就应该这个 给你受关 唐大宗是这样子 最后呢 多少天自首 就没事了 如果到时不自首 就发现了后 严惩不待 最后过了时间 有个人发现了 发现他说死心 司法部副部长 大理绍兴 戴州说 那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死心呢 因为法律上写的 这种罪是流放 不是死命 那你当干法律办事 那我说的话不算说 陛下 你说的话是小信 法者天下是大信 如果法不起作用 那这国业怎么治疗 唐大宗收回了 第三点呢 他在有意识的 在决策机制上 构成中约束机制 就说执行决策 督察 这三个方面太消失 他们互相配合 不能一方说了算 他一再告诉 说中事门下 一个处理 一个审查 你们不要互相勾结 你们不要互相活西尼 如果不对 你们也指出来 或者说你们干什么 而且你们不要说 对方提了不合意见 你怀恨在心 或者是呢 或者活西尼呢 你们就不认真的 现在这个审查 这个国家中央完 你看前朝是怎么完蛋的 所以他的制度设计上 他有意构成一个立法审查和行政执行 这样一个制约机制 机构之间的一种制约关系 是唐太宗努力要要求他们这样做到的 就是他是中国几百个地方当中 那种愿意把自己也拿来制约的一个皇帝 这个方面应该是很少有几个皇帝能做到